大家好,今天2月16号 美国股市昨天涨跌互建 美国道琼昨天涨了快1% 没有因为说在一月份的零售销售 利于经济学家的预期 美国股市就做一个拉回的动作 反而在昨天道琼来到A线之后 他逆市的收涨 台股在昨天新春开红板大涨之后 今天当然在早盘开高 左低下来也只跌了37点 今天台积电跌14块 如果以以往的经济 经济应该跌超过百点 但是并没有 所以这个大盘 代表的是一个 买盘非常强劲的一个盘式 昨天我跟各位讲得很清楚 其实在整个大盘 这个地方你先不要去摸头 因为昨天这一根 K线 低点18550点没有跌破 今天最低来到18585点 今天锁住 所以我们观察这三天 这个位置有没有再做一个跌破 如果没有 那大盘呢 它是属于一个什么 强势的一个整理的一个格局 那台积电 在今天 它有做一个拉回 但是缺口会不会回来补 如果没有 只要台积电 没有大幅的拉回 那大盘呢在这个地方 应该 有机会 做一个高档 震荡 盘间的一个格局 所以 成也是台积电 当然 拜也是台积电 但是台积电的一个左势 当然在外资的 动作呢 就非常的重要 因为昨天 即使在美国 一些比较重量级的个股 其实拉回呢 都是在1%以内 像 谷歌 亚马逊 高掛艾斯莫 昨天还涨 但是 在AI的抄委 包括呢 辉达 它跌了1%多 其实都还可以接受 但是 昨天 因为台积电 带动 上来的 这样的一个大涨的行情 让电子股的成交比重 超过7成 如果说 以电子股比重超过7成来讲 那这个是一个比较过热的行情 所以今天 拉回的个股 都是在一些高价 包括呢 在AI的这些前置股 但是 AI三雄 广达拉回来 但是技嘉 也并没有说 被他拖累 只是呢 涨势 稍稍停顿 但是在 整体AI股 我跟各位讲说 这一波为什么 我没有买广达原因 那其实很简单 因为广达的外资的持股 达到9成 所以他的加码空间 说真的是 有点被限制 所以做股票 其实在抽码 这个部分呢 非常重要 那你看到技嘉 他也是AI三雄 领先去创 波段新刀 所以这个是抽码稳定 各股 他的涨势呢 就会比较凌厉 但是 AI三雄 那这里呢 那是不是呢 要做一个卖出的 这样的一个动作 其实我讲过的 做股票 真的各位 不是涨 追 跌 杀 技嘉呢 其实在今天的佐世 各位 他并没有爆量 虽然留下上影线 但是他还是创 波段的一个新的高点 至少收盘价 他已经创新高 所以 要不要卖 我讲过老师有发球钱 因为 技嘉我们从270 到今天各位 最高394 所以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我讲过 涨跟跌 那 这个地方我 都是呢 有发球钱 为什么 因为你今天赚钱的股票 如果真的要卖 那你直接把它卖掉 很快 但是 我们做股票 不是这样 波段的股票 当然你就是要一个 非常漂亮的卖点 即使说真的要赔 也要赔了什么 要赔了有尊严嘛 对吧 所以 所以整体的一个架构上 你看到 这个趋势都还没有改变嘛 趋势还没有改变 我现在要跟各位 所讲的 各位你要 清楚 新日新 各位 我121.5 我买 到今天最高 186.5 今天最高 186.5 那这不是超过 五成的涨势吗 所以为什么我说 我报这些赚钱的股票 我过年 我会很心安的 我会很心安的 因为如果说真的 新春开放盘不足预期 那我少赚一点 我直接出掉就好 但是 为什么今天新日新 因为富士党在盘中震荡非常大 那赵力 也是呈现一个比较拉回的走势 但是 因为他们都涨多了嘛 就像说在一些高价股 看回不回 但是现在 力旺今天打到跌挺 那你说四星KY 这些个股 他不会做一个调整吗 有钱人 说真的 我看不对劲 他们砍的比谁更快 但是 这种股票 有没有爆量也没有 所以像新日新 五日线 他今天索稳 那我们再给他两三天的机会 所以有时候我说能赚就尽量赚 能赚就尽量赚 你看一展新 今天第六根 虽然 涨停打开 有拉回 平盘一下 后来还是又拉到涨停 那收盘也是在涨停附近嘛 那这个就是一个震荡的格局 会不会换手 那这个也要观察 那也并不是说今天 那一定要去卖这些强势的股票 到反而 各位你们今天追的 因为今天又有几十党拉到涨停板 但是 这些个股 很多都是一些落后的一个补涨 但是我讲过的 你追这些落后的补涨股 如果呢你不小心 除非呢你是在低胆买 我没话讲 如果今天你去追 那明天等一下你又去杀 那你还是一样白忙一场 那明天有新的又起来了 那你明天又去追 那后天又把他杀掉 做股票不是这样做的啦 也不像说其他老师跟你讲说 今天我的股票又涨停板了 我怎么做的怎样 各位不是 洪老师 我一展心各位 我两天的布局 第三天 今天 开始拉涨停 拉了六根 到今天拉六根 那洪老师有没有跟 这老师一样 叫的比谁更大声 没有 老师赚钱 这是天经地义的 如果老师不赚钱 那才是不正常 你跟一个老师不赚钱 你认为真的是正常吗 有的跟老师还比自己做的 还糟糕十倍 为什么 因为他们习惯追高杀低 他们喜欢表演 但是 洪老师我是渣渣稳 新日星今天拉回来 我要告诉各位说 为什么今天我没有卖 新日星的原因 当然五日线都还没有跌破 那今天拉回也是这样说啊 我要卖我随时都可以卖 已经赚了五成的股票 难道各位 这不好卖吗 除非他真的跌停锁死 再跌五根停板 洪老师我说我认了 我认了 但是可能吗 如果不可能各位 你还是要照你原来的步骤去做 因为整个大盘 18550 就是那个12k的低点 没有跌破 那其实他是一个 强势的整理格局 我只是能够这样帮你定义 因为昨天那个跳空大缺口 那10日k线嘛 因为昨天那个大量 今天也收到剩4千亿了 所以昨天 这块5千亿的大量是谁贡献 当然在台积电 包括一些AI的股票 所以昨天 电子的成交比重 才会达到七成以上 所以电子股现在 我只能跟你讲说不要乱追 很多股票不要乱追高 我只这样提醒你 但是呢 强势的股票 也并不是说今天 广达拉回来 力望打到跌停板 4千k1拉回来 你就一定要去杀你手上的股票 那你杀掉你要去追那些落后的 很高兴拉到涨停板 很高兴 但是能够持续的赚吗 这是我要问各位的 所以呢 你要买的是一个趋势 产业的股票 但是股票呢 拖断 涨势都还没有结束 那你不能说这个地方 那你就太早结束嘛 我想在今天 老师要 本来要买的两档股票 后来我思考 那这两档股票多 早盘还是在平盘 上下附近 那今天 韩众给拉了涨停板 但是我只能恭喜 因为昨天我 已经看到有大户在买 一档是1316的上腰 这是传长股 那一档是上缺 所以今天我考虑的结果 我买1319的东洋 1319的东洋 所以呢 为什么要买东洋 也同样是有一些大户在买 但是 因为他这里已经 高档震荡三个月时间 今天第一天突破 所以 今天买 我目前还没有亏 但是 今天买 那明天 会不会往上拉 这是一个重点 因为我讲过了 我买短波股 我是先看三天 先看三天 如果三天有所表现 当然 这个机会就非常大 如果没有 小赔小赚 我都会出场 所以这些操作一定有它的原则 有它的原则 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表达的 就是说 大盘只要索稳 18,550点 那这个就属于一个什么 强势的整理歌曲 那台积电今天 它没有办法索稳昨天 K线的低点 所以台积电 它算短线转弱 但是 它会不会大幅拉回 这个就要看外资 它会不会去大卖台积电 但是也是要看美股的 左向 所以台积电这档 个股来讲 我只能跟各位讲说 短线转弱 但不代表它要大幅拉回 但是如果大盘呢 未来还要去挑战1万9 大盘还要去挑战2万点 那当然台积电 一定要占为700块 这个大关 我想老师这样讲 各位 你应该很清楚 所以短线上的行情 你要看大盘是不是强势 或是比较弱势 你就是用18550来做基准 如果手稳 那这个大盘就是震荡盘间盘 所以各股 类股 它会做一个轮动 就是说 电子股因为昨天比重达到7成以上太热 所以今天 一些高价股的资金 或是一些前置股的资金抽出来 往其他类股 那很多股票就会涨翻天了 所以这不是不好 那只是说 你要抓准那个杰座 你才能够避风险 你才能够去追求更大的利润 所以我刚才举例 不是说所有的股票 你都非得在今天 去做卖出不可 像技嘉我讲过 到今天我们已经获利了超过4成 新智星已经超过5成 但是今天还没有 要大幅拉回的这样一个迹象 当然就是要做观察 我昨天讲过 你要提高警戒 但是大盘你不要moto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在个股上 其实操作 你一定要去事先做规划 不是事后论 伪创我想 之前你们 在猜 在玩我猜猜猜猜 猜什么时候要涨 你看一猜就是两个月三个月 但是老师一出手就是不一样 他就一路涨 那AI三雄为什么我 没有买广达 我也讲过外资持股9成 所以你说广达他的空间 当然会比较压缩 那最近的超伪的大涨 当然带动 好像技嘉 像我们空关前买的像利台 这些个股的一个涨势 但是伪创在 今天 他表现平平 也不是说很弱势 也不是很强势 但是我先讲过了 他要 看辉达的左势 因为辉达在下个礼拜三 要做一个什么 季报的公布 但是辉达他 现在各位已经不同反响 人家是美国 第三大 市值最高的公司 但是 反而是 他有比较大的负担 所以你忙公 公布季报 然后创高就好 他也要符合了投资人的预期 如果没有符合预期 那接下来的状况 我没办法预料 所以 做股票 有时候你要有一些风险意识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提前布局 当然就没有问题 没有所谓的 什么时候卖股票的问题 我现在先赚五成 我现在可以马上市价卖出 即将我赚四成以上 我可以马上市价卖出 我现金马上就可以拿到手 除非说 真的 新日星跌了五根顶板 那我就认了 但是有可能 如果不可能 那我现在 是不是呢 怎么玩都是市场的赢家 但是未来在今年 比较重要的一些个股 零发科业营收出来 对不对 成长快100% 好 当然在去年 他的 天玑的9300的金片 卖得非常好 那今年天玑9400 会不会更好 那这是我们观察的 但是达巴至少 我们这一段 已经先赚先赢 那这一次拉回来523买 今天各位 又串波段新高 虽然呢 拉回来 但是 现在还在600块 各位 这一波523买 现在在600块 那你认为 有没有赚钱 所以赚钱是少数人的专利 你说要赚钱 不是说今天各位 你看到很多 落后补账股 或拉到掌听板 很高兴 很多老师喊的比谁都大声 那我跟各位讲 那只是拍拍手 放烟喉 他的轮涨 今天涨 明天不代表他会涨 所以呢 股票就是这样啊 你要去掌握了 能够握在手上了 那才是最真实的 所以有一些股票 明明是好股票 但是呢 你带来驾四万去驾背 所以就不敢说 狠狠的把他抱在手上 所以人家在赚钱的时候 你在帮人家数钞票 所以不是要买落后补账的 今天几十党要涨停板 你认为很高兴吗 如果你不是在封关前 跟我们一样已经大赚一波 那你今天去追涨停板 那你值得高兴吗 所以你要买的是买什么 买主流嘛 因为一档就可以胜过你手上的 十档啊 你落实的抱十档 二十档都没有用 股票不是抱多 好就会赢了 各位 所以你要抱一档股票 你也要知道说 他在做什么 好所以打包 我们知道 我们在做什么 好那短线抢的股票 好像蒸发昨天跌停 今天涨停 我不是要叫各位去买这种股票 我只是告诉你说 你要短时间 六个交易赚四成 你要去找什么股票 洪老师会复制 同样的操作模式 一样的 行日星你要去掌握发动时机 你才能够真正的赚到这五成 一展新药各位 封关之前 我是不是要告诉各位 他整理 这三个月的时间 他突破压回 我是在利用压回买 我在利用压回买 同志朋友 你们在做什么 我连续买两天 第一天买258 第二天 再跌下去买248.5 买完了之后各位 就是一路涨 这两天是不是一个布局的司机 你买完了123456 6根 那今天涨停打开 那也不是说今天你要去马上卖出 所以今天拉到快涨停 缩盘 没有关系 因为你已经赚了6根涨停板 各6根涨停板 已经多几倍了 都已经几层了 我想我们不会在乎说 他明天的左势是拉回 或再继续往上涨 因为我绝对会动作 股票不可能一路爆 所以我们特别会也跟尊贵 绝对有这档股票 如果没有 而且不是这样的买点 我愿赴法律责任 同志我讲过 我说到做到买到赚到 好我想 我们都是用真实的帮各位 去做操作 利台 我们三天赚26% 我也不会说 因为他多涨了两根 我跟各位讲说 我的利台持续喷出大涨 没有 我赚到就赚到 那我想三天能够赚26% 已经非常好了 但是换到台药昨天涨停 今天拉回来 我还没有卖 因为创新高 我们再看三天 所以今天我们本来 要帮各位来切新的个股 包括像山耀也好 上全 今天都很好的买点 但是 老师我手上 这档还没有卖 当然我就不会再去买 这些新的个股 所以接下来一些强势的个股 拉回来要怎么买很重要 你一定要保住各位 你的现金不要去做 追什么 落后不张股 那风险非常大 除非那戳码非常稳定 而且呢 大户有在买 那整个的营收 有开始在做一个成长 或是一个转机 我想这种个股 才是你 可以呢 现阶段进场 去做布局的 或是呢做 短线操作 所以股票 不是追来的 股票是 嗯 还是要等 等机会 机会来 就是你的 好 所以呢 好想要跟着我们的脚步 我们复制呢 一展新 新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好我想 接下来的 一展新第二 是哪一档 你也要跟得上 好 新日新第二 哪一档 你要跟得上 好 你打02239 239 23988 Lite呢跟进来 好 我希望每一次 好 的机会 好 你都可以 好 跟得上 好 所以新的股票 近期内 我们将会 好 在座推出 拭目以待 明天同一天再会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最能不能再见面 按赞 订阅 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